到台上 台北的路要早上 回到台北的路要去 早上台北的路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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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各位好 你們早上 我是老爸 現在我在上海的浦東機場的二航廈 今天我要搭海南航空的七趴七九 從上海到重慶啊 我非常期待 因為 我們沒有像其他人 我們只有17個 我們沒有像其他人 沒拖遠 貴賓室南北 就是他給我的貴賓室邀請函去看看 這是上海機場貴賓服務有限公司的 就是官方的 我剛過安檢 我剛過安檢應該是景氣 美國最嚴格的地方 真的很仔細 這個貴賓室他非常的小 就是你們後面看到這樣 送點是他沒有肉 完全沒有肉 都是菜啊什麼 而且沒有酒 沒有酒 我像喝啤酒都沒有 我這項旅程下載了一個APP 叫做非常準 就是這一個 最近蠻多人推薦我用的 我覺得蠻好用 我這次的旅程啊 因為很多段 所以你都把它全部輸入進去 他都會一直提醒 比如說 班機到了 開始登機 什麼之類的 而且馬上推播 剛才我上一段飛行 好吵 剛才我上一段飛行啊 從香港到上海的時候 我在香港排隊 排隊等準備登機 然後 他真的有點吵 一開始要登機的時候 手機馬上推播 開始登機 所以蠻厲害的 推薦大家去下載 我要離開這個貴賓室 這個貴賓室啊 這個貴賓室啊 應該也是我數一數二來過 算不好的貴賓室 真的 蠻不好的 那我今天很開心 是因為我搭到海南航空的787 海南航空的基鈴啊 非常的輕 平均的基鈴在五年耶 真的是非常年輕 光787啊 他就有快將近20台 最主要他算是 中國前四大的 航空公司 如果 因為我現在 真的沒有手去拿手機 應該是 中國東方 跟中國國際 跟中國南方 再來就是海南航空 就是前四大 有一個專門評價 航空公司 應該是唸 SKYTRAX 的一個機構 在2017年 把海南航空評為 世界前十大的航空之一 而且也是中國唯一陸選五星的航空 我希望可以用我的鏡頭 然後帶各位看一下 跟台灣的航空啊 有什麼不同 目前我是在國內的登機航廈啦 真的好小又好擠喔 剛才在樓上的時候是國際線的 國際線的比較不會 不過國內線通常都是這樣 因為登機時間 什麼各方面check 都會比較快速 所以好小 謝謝 經濟艙啊是用大車 然後如果也是商務艙啊 就是有這種小巴 我要上車了 在大陸他們好像不是叫商務艙 我剛才聽他們對話 也是習慣叫頭等艙 要不然叫公務艙 蠻不一樣的耶 所以這個應該算是 頭等艙還是商務艙 可以在底下的人告訴我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這趟機票我買的真的不貴 所以印象中大概是費兩個半小時 來回上總共是一萬一 所以一趟可以五千 真的很便宜 我喜歡用這種登機的方式 超棒 後面就是787 我要上機了 你好 需要幫你確認一下通告嗎 等一下 好 你好 你這邊請直走左轉 我的天啊 它內裝是白色的耶 很少看到飛機是這樣白色的設計 而且之前我看資料 海航大部分的787的商務艙 是222設計 它是121番 魚骨式的設計 這台的年齡是一年一個月啦 所以可能比較新 沒關係 我放那就可以了 OK OK 好 我拿個東西等一下再放 好 我拿個東西等一下再放 好 水就好了 謝謝 我一上來就覺得海南航空的空姐一定有挑過 好 謝謝 我就簡單稍微先介紹一下 他一來的時候就拿一個這個金色的碟子 加一個毛巾 然後我真的覺得非常特別 是說真的都是白色的設計耶 因為我之前在網路上看到啊 海南航空啊 就是紅通通的 我還以為就是會比較古早那個感覺 蠻讓我意外 我很喜歡這種白色的質感 而且白色非常難照顧 大家看一下 白色的喔 一樣這邊有個掛耳機的一個置物空間 然後這邊可以調座位 靠背的調整 跟椅墊的調整 隨便模式 睡覺模式 或者一般的模式 然後這邊有個耳機的插孔跟USB 我把這個打開來看一下 怎麼熱熱的 哇 這個螢幕的解析度 大家可以看一下 也非常的好 等一下我們再來玩一下它的娛樂系統 然後看一下這個燈 這個右手邊就是一個平台 它也是屬於反魚骨式的設計啦 所以還斜斜的 然後腳的位置非常的深 我估計大概也有190公分左右 你可以看到在這個平台的底下 它一來就跟我講說 這邊放了一瓶礦泉水 這個礦泉水的牌子TIBET 上面有寫個海洋特工 所以是可能比較特別的礦泉水吧 我也不知道 插子的部分呢 它就是在水的旁邊 然後有附拖鞋 好 謝謝 謝謝 發現我位置的旁邊 有個小小的空間把它打開 耳機就在這個裡面 然後這邊是現在很多航空公司都有的設計 就是可以把它降低再打開 這樣子會比較方便出入啦 或者是你要把它當作扶手 這樣子是吃飯什麼各方面比較舒服 餐桌 我們來看一下海航是怎麼設計的 把它打開 然後這邊有一個折疊 可是它不能 它可以這樣稍微 稍微移動 方便說你吃飯吃到一半的時候可以出入 所以整個設計還OK 不過質感普通就是了 一樣有787的招牌 可以把它調黑跟調亮 不過目前來講 因為晚上 所以感覺應該沒那麼明顯 那今天啊 外面真的奇霧 所以啊 其實外面的景象啊 我很難照得漂亮 所以今天就以內裝為主啊 我不是ありがとう 所以我可以想要那些 Rocco 所以我可以跟著我 你不用找出方式 你不用找找遍 但你不可以跟著我 你能搬 你不用跟著我 你不用跟我 счаст 在上海的重庆 航空時間是約2小時20分鐘 我們坐航空3的重庆江北駕駛 航空間已經很漂亮 我們會示範你一個空間的空間 今天我們會飛行航空 很喜歡騎大型的騎飛 好安靜 真的好安靜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廁所 有什麼不一樣 這邊有紅色的膠帶 這邊一樣衛生紙 洗手 它只有一罐保養用品 這罐是什麼 護手霜 這邊有面鏡子 整個廁所是這樣的 真的 很一般 沒有什麼特別可以跟你們說的 就回來了 它給我了一罐燕金啤酒 其實在大陸的航班上面很少 會有海女跟 在等餐的時候 我想說跟各位聊一下 就是我看到的一些現象 大概在20年前 那時候大陸的經濟還沒有起飛 很多台灣人都會認為說 哇大陸的飛機很爛啊 什麼有的沒有的 事實上是 那時候是還蠻爛的 不過這幾年啊 其實整個大陸的經濟起飛 其實他們的飛機就是很新 他們一線的航空公司啊 所以其實也要去大陸的 像大陸的飛機 我們沒有關注的 太陽 很多人 你不能關注的 是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